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戴口罩少一点聚会 这样也是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家人负责 也是对整个社会资源 我们国家资源的一种责任性的表现 作为我们佛弟子 这些僧老病死的现象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们也不要耐心太过的恐慌了 生病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隔离在家正好呢 也可以安安心心的和家人相处一段时间 安安心心的去礼礼佛了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了 多去拜拜佛念念佛 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作为一个闭关也挺好 所以这些情形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 有些新宗教 或者说是一些新团体 有些甚至认为这些生病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作为佛弟子 我们要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 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正常 人生非常平常的一个步骤 所以我们正确去面对就好 那么这个学期的课程呢 是我们第五届净土班统修的最后一个学期了 也就是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份 有四个月的课程了 我们就算是两年课程 正式的毕业了 在这两年中呢 我们也学了不少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是回顾一下的话 第一个学期呢 我们有学习 这些佛眼看世界 这次我们有五次的讲座 就是谈佛教的宇宙观 人生观 世界观 佛教对我们自己 我们 作为一个 我的认知 称称抛弃 然后呢 知道我们这个人生的苦难 以及我们生命浓回的真相呢 我们要寻找处理的方向 所以佛在大圣经典里边 谈到有多种净土 有祝福的净土 那么最后我们看到 释迦世宗在千经万论处处最后 都是指向阿弥陀佛的净土 那么为什么要指向阿弥陀佛的净土呢 它好在哪里呢 所以呢 我们要去了解阿弥陀佛的净土 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要了解呢 我们先去要了解释迦世宗是怎么描述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呢 我们有大体上 这个基本介绍净土的这些根本经典和相关的经典 这些是净土的五经一论 以及一些相关的大圣经论里边 所谈到阿弥陀佛的过去啊 观世音菩萨未来成佛啊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经典里边 很多大圣经典都谈到 往生净土的方法等等 那么然后我们回到了 我们这个要学习 我们这个汉传净土佛法 里边最核心的内容 那么我们先谈到了净土宗从古代印度 或者说是荡传佛法从古代印度 经过丝绸之路啊 或者是海上丝绸之路 向东方传播的过程 这个传播的过程呢 我们有两次的讲座 到了第二个学期 我们开始真正的接触到 净土的一些基本知识 和核心意理 所以呢 首先我们谈净土宗的法媚 这个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可以稍微去回顾一下 净土的法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我们在学习会员大师 这个我们有三次的讲座 主要是介绍刘一鸣大师 刘一鸣居士奉会员大师之命啊 所做的西方法院文 通过西方法院文 我们看到 我们东土净土宗的 第一代祖师的祖琴 当初他们修学净土的理念和方法 那么这些呢 对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启示 那么之后我们就学习了 谈略大师 谈略大师有七次的讲座 那么这位大师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大篇幅的重点介绍和学习呢 是因为他是道措大师的老师 道措大师呢 又是善导大师的老师 所以善导大师的思想上乘古代印度龙殊菩萨 然后他又根据般若中观的思想体系 在接触净土法门以后 融合了般若中观和大乘义礼 做了瓦山弄的柱景 叫瓦山弄柱 这也是净土法门传到我们中原以后呢 这些古代大德所做的第一步有关净土经论的注解 那么上个学期 我们就学习了善导大师和道措大师 这是善导大师是我们第二代的祖师 道措大师呢 是善导大师的老师 那么这也是我们非常重点来学习的两位大师 因为善导大师是吉 坦伦大师和道措大师之大臣 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净土思想 他五步九卷的思想巨著 对于我们今天的净土宗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建立 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那么道措大师呢 他本身是学习涅槃 弘奖涅槃的 那么接触净土法门以后呢 也是放弃了涅槃的奖系 而一心归进 那么对于善导大师呢 我们很多图训我们下去以后呢 可以多加思考 多加去复习 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 净土法门的传播也会面对很多挑战 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也是不一而足 那么这些很多思想观点 它在产方过程中呢 都有太多个人的人为思想在里面了 所以想要知道这些祖师大德的理论基础啊 或者说他的理论指向 我们只要多去亲吻善导大师 坚定我们的信愿 坚持善导大师所指的方向 我们一定是能够成就的 那么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一个学期 这是我们第四个学期的课程 第四个学期呢 我们要学习第八代祖师到第十三代祖师 那么这几位祖师 对很多修学大成活法的统修啊 是非常熟悉的 尤其是第八代祖师廉池大师 因为他不仅是禅宗开悟的大德 也是华言宗的祖师 很多研习戒律的同修啊 也看到他有很多戒律写方面的巨著 乃至于儒家的著作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啊 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偶义大师是我们第九代祖师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弥陀耀解 正是偶义大师所作 那么偶义大师的思想呢 也是有十道三家都有 那他这些作他的著作的非常非常的巨多 那么如果说有些同修 感觉到这个净土宗的三经啊 或者是五经学习还不够的话 那么我建议我们可以去设立 连池大师 偶义大师 善导大师 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 因为叫偶义大师的著作 连池大师的著作 它基本上就是一部《想藏经》了 佛教的各种各派 冷自于儒家的邪问都有涉猎 那么然后我们会介绍第十组 行册大师 这已经是我们比较近的一位大师了 到第十一组 邢安大师 大家听过劝方普及新闻 就是我们第十一代祖师 邢安大师的著作 然后最后呢 那我们再来学习 车悟大师和印瓜大师 车悟大师 我们经常说的一身佛号 一身心 有些台湾的歌手把他补成歌曲 那么歌词呢 是谁做的呢 车悟大师 清朝初年的一位大师 他也是禅宗开悟的大德 转修净土 那么最后我们学习 我们最近的最后一位大师 就是印瓜大师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学期 所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 今天的讲座 我们学习第八代祖师 连池大师 学习连池大师之前呢 我们把过去我们学习到的 净土的祖师传承 法媚传承 稍微回顾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 连池大师 我们这一位祖师 我们这个连池大师呢 一共有三次的讲座 到第二次的讲座呢 我们来学习连池大师的 净土伴教和连池大师的 禅禁观 禅观是告诉我们 他不仅是一位禅宗开悟的大师 也是净土宗的祖师 但是他的传经观 如何去融合 如何去共修啊 这个是有一定的思想理路 做指导的 那么第三次讲座呢 我们就重点来介绍 连池大师的净土思想 好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这是从净土的传承到连池大师 这是我们第二个学期的内容 那么我们一般认知当中 谈到净土宗 首先我们总会想到是会员大师 我们认为净土宗是从中国开始的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涉猎大乘的经典 我们会非常清晰地看到 在佛教传到中国之前 在古代印度早就有了净土宗 所以这个净土宗不是会员大师的发明创造 净土宗是由释迦世宗介绍给我们大家的 那么通过释迦世宗在大乘经典里边的介绍 我们知道在法界里边 如果要勉强地安立一个法界的净土出祖 那应该是大师至菩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在《乐严经》里边 《大师至菩萨》聂佛原通章 最早地谈到了大师至菩萨 修学成就远通 就是得无声华人 是通过无量节以前 十二光如来 其实也是阿弥陀佛 叫他念佛法门 那么如果说这个是 所以我们谈为什么谈勉强的案例 就是说在大师至菩萨之前 其实念佛法门也已经存在了 这是在佛教的宇宙观里边 这个宇宙永远是循环的 它沉住会空 沉住会空 沉住会空 无数次的循环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在柱节的第九小节 第九小节 这一个节的一共是二十个小节 所以呢 这个地球还有很长时间 可以sustain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总是有很多人谈到 什么世界末日啊 所以从这个佛的角度来看 这个离世界末日还远着呢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地修学 那么大师至菩萨 在他那个时代 沉积了法界中 十二光如来 最后一宗超日约光佛 叫他念佛法门 那么这种法界的传承呢 他是在法界之中 宇宙之中 由他推荐给各个法界的众生 各个法界的佛菩萨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 释迦世宗成佛之后 所讲的第一部经是 华严经啊 大方广佛华严经 这是他成佛的毅力和境界 所以华严法会上呢 都是界位的法身大事 我们这个三界之位的 法身大事菩萨中 一般的这些反复众 没有办法与会 因为没有办法 弃辱到他的境界 也没有办法接受 释迦世宗那个时代 成佛的毅力和境界 所以释迦世宗 才要开始从四圣地 从八正到 从方等 从其他的这些大乘法门 小乘法门 和大乘法门 逐渐逐渐 从三乘五乘 最后再来推荐法华涅槃 再来回到法华严 所以他是要把我们 打好基础之后 再真正引导我们 深入大乘 但是在《华严经》里边 我们看到最后的归根 解析却是 普贤菩萨的行愿品 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边 谈到这些法生大士菩萨 要修学 快速成佛的话 应该发愿求生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并且普贤菩萨 以身行道 以身示范 发愿求生净土 那么我们也看到 文术菩萨 在《文术发愿经》里边 在《观佛三脉海经》里边 告诉我们 也告诉他那个法会上的大众 他为什么得智慧第一 是因为他念佛的缘故 他修学念佛法文的缘故 他选择也是以身示范 发愿求生净土 所以这是华严法会上的 两宗大菩萨 也是释迦世宗成佛以后 在我们这个世界 释迦帮助我们释迦本师 红传佛法的两位大师 那么他们释迦都是发愿求生净土 所以说 净土法文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从释迦世宗成佛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 在正法时期 由于众生的根性都是比较利的 求生净土 仰仗佛的愿力 在佛的净土修学 那么在生文地址当中 他们都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 可以靠自身的力量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很多学佛的统修 如果说是接触通途法门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包括我自己都是 我们最初接触佛法的时候 都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自己可以解脱 可以成佛 可以断货 可以证证 但是摸拔拱打个几十年下来以后 才发现 自己是一文不明了 一文不止 为什么这个红一道士说 自己要二一老人了 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本能面目 其实是一个反复的根性 这个时候才心里边要想到 仰仗阿弥陀佛愿力的射手 到净土去修学 所以正法时期 我们看到圣文弟子当中 虽然我们发现 这个阿弥陀经是佛对舍利佛所说 我们发现这个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也是有这些大菩萨大比丘与会 但是正法时期 我们看到的呢 发跃求生净土的非常少 那么到了向法时期 马明菩萨 这是禅宗的第十二代祖师 他有做大乘起信论 因为大乘佛法开始兴起 众生更性成熟 在起信论当中 推荐净土法门 他怎样推荐呢 他告诉这些有发大乘心 想要成佛的众生 想要保持夫妻心不退 成佛之心不退 度化众生之心不退 要发愿求生净土 因为在这个着世 要保持这样的心不退 太难了 因为为什么呢 众生太刚强了 我们这个 不要说是我们去度人了 我们这些有些 这些夫妻生活的运气 我们就发现 几十年之前 本来想对方 都想改变对方了 结果几十年后 回头就发现 谁把谁都没改变 他还是他 你还是你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改变一个人 是不容易的 将三亦本 本性来一样 我们这些 凡夫众生的更性 在这个瘦祸世界 魔法攻打 多生多劫 各个都有个性 各个都有脾气 各个都是自命不凡 各个都了不起 各个认为 自己都是圣贤的更性 所以众生难度 就是因为 众生认识不到 自己的问题 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质太强大了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所以马明菩萨 他做起信论 让大家对大乘法生起信心 让大家发愿求生净土 在净土可以保持 夫妻心不退 那么到了龙树菩萨 这是佛念盘后七本年间 这是禅宗的第十四代祖师 也是我们大乘佛法 八个宗配共同的祖师 龙树菩萨做十柱皮婆三弄 里边多处谈到 尤其是异形品里边 谈到这个佛法的修学 有南行道 有异形道 南行道靠自立 这些都是大力菩萨 大心菩萨 大院菩萨 大行菩萨 他们能够成就所走的路 那么一般反复呢 龙树菩萨给我们指的是异形道 发愿求生净土 当然在异形品里边 龙树菩萨谈到多佛的净土 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方下方 都有佛都有净土 但最后呢他特别点出阿弥陀佛的净土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净土最容易往上 最容易去 那么所以这是在十柱皮婆三里面 这也是在古代印度谈到净土法门的两部剧著 那么到佛涅槃九百年间呢 有天清菩萨应试 天清菩萨 无卓菩萨 天清菩萨 这是本来是法相为世中的两位祖师 但是天清菩萨的晚年呢 归心净土 根据无量寿经的大义 做了无量寿经 又不提舍 叫无量寿经论 或者叫网山论 把无量寿经浓缩成寄宋的形式 最后做长号文字自己解释 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论 或者是网山论 这是净土中 在古代印度唯一的一部弄著 看文字不多 但是意义非常的精妙 尤其是配合唐兰大师的弄著 可以说句句都是 我们这个时代众生的子录名灯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这是公元300年到400年间 佛法传到中原地区 已经有三四百年了 公元元年前后 佛法正式传入我们中原地区 慧远大师综合参考了 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大成经节 我们知道慧远大师和旧摩罗斯大师 本来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两个人都有书信往来 那么罗斯大师所翻译的经典 慧远大师也都看到 那么慧远大师那个时代 还有另外一部翻译经典的大师 佛陀帕多罗宗者 这个是释迦世宗的祖国人 他也是离开了长安以后 就到了东林寺 那么他翻译了华业经 当然在六十华业里边 我们看到还看不到普洩新院品 因为普洩新院品 是在唐代时期才翻译出来的 但是慧远大师已经非常敏锐地感觉到 大成佛法的修学 想要快速成就 应该是功高益净念佛为先 这是他对自己修学的总结 和对我们这个时代 以及他那个时代 正身所持的方向 各种各样的修学 应该是把念佛摆在首位 为什么呢 念佛容易得功夫 容易得定 他非常容易下手 没有条件 那么慧远大师 并且第一次组织123位高贤 这次所谓的高贤 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人士 所以我们看到有熊阳三尹 有刘一鸣居士 有来慈中居士 这些都是太子的老师 还有大儒家 甚至还有道士 也还有易经的大师 在那个时代 都加入了慧远大师的东陵联社 来一心念佛 最后呢 123人各个都有网上的瑞孝 证明 这是我们这个佛法传到中原以后 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也是净土法门传播到我们中原以后 一件可以永宅死侧的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这么多的人 这要一个团体性的修学 最后每个人都有网上的瑞孝 每个人都蒙佛接引 这个我们读文字的时候 我们没有深入净土经典的时候 我们感觉123个人 在那边念佛 念佛 念佛 最后都网上 感觉是稀松平常 但是我们仔细思维一下 在这个之前没有人做 那么这桩事情 这桩历史性的任务呢 是落到了慧远大师的身上 所以他税领大家 并且我们知道慧远大师的背景 各个宗派都精通的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念佛法呢 所以隋阳记 陈慧远大师叫四一菩萨 这是法身大师再来 视线给我们这些众生看 净土法门对我们何其重要 净土法门是何其真实 因为在这个之前 这个慧远大师之前 我们看到儒家文化里面也好 道家文化里面也好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一些非常传统根本性的文化里面 从来就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一般说是送你去西方了 其实这好像是一句这个骂人的话 有时候 但是你要真的能把我们送到西方去 那是好事情啊 就是从来以后呢 我们中华文化里边 多了一个人生的终极目标 是一个非常超越性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 是要处理三级的 这个目标呢 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之外 有极乐世界的存在 在我们本世释迦佛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佛的存在 你看像这些观念 在南朝很多国家里边 他都很多人都不相信的 因为他们自相信有释迦是种 他不会相信说是 以后有东方佛有西方佛 有南方佛有北方佛 但是在我们这个儒家的文化 第一次这样的基础圈里边 我们因为有儒家的基础 有道家的基础 所以这些文化对于我们来说 它是容易接受的 那么容易接受 理论上容易接受 事实上呢 要有人去证明 所以会员大师承担起了 这样的历史任务 证明念佛是可以往生的 证明阿弥陀佛是正式会来接引的 证明自己在定中三次见佛了 林玉明居士等等这些 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呀 他那个时期 各个都有记录自己见佛的经历 所以我们看净土法门拿什么去验证 拿这个去验证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千百年来 从古到今 这样预知实质往生的 我们身边都是数不胜数 那么会员大师之后 我们就学习了谭伦大师和道处大师 这个是比会员大师稍微晚一点 会员大师 谭伦大师 道处大师 这三个呢 都是靠近古台山那边的人 三西一带 然后会员大师的因缘 在庐山 在南方传播净土佛法 那么谭伦大师和道处大师 都是在三西一带 这是在南北朝的时期 那么南北朝之后呢 就进入了唐代时期 唐代时期呢 净土中有四位祖师的出现 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盛世 盛世当然会有这些大菩萨们视线 所以首先有善道大师 在他的奔走劝化之下 在他思前书的一锤定音之下 那凯定古今啊 净土中很多基本的概念 和争论在那个时代呢 有善道大师的出现 就做了定型 好了 大家不要争了 就这样了 这我们知道 他要讲这样的话 让大家信服 他必须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了 所以我们说你要是人和人之间劝架 你要去 吵架 你要去劝架的话 你要够身份啊 人家打架 你要去拉架的话 你要够力量啊 不然的话你会受伤啊 你身份不够的话 人家不把你放在压里 人家照吵 但是有身份的人站出来 说一句话就够了 那这就是善道大师出现的意义 他平息了各种各派对于净土法门的很多误会 尤其是谈到这些净土往生啊 到底是凡夫往生还是圣人往生 所以善道大师一传经验 有品往生的都是凡夫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修学都太重要了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求生净土有份的 都是可以在极乐莲池里边有自己的一朵莲 换标尚名字的 我们也知道阿弥陀佛真正都是我们自己要回归所依靠的大菩萨大佛了 那我们的最生父母啊 那可以说是永恒的法身父母 那么善道大师也是告诉我们从那个时代开始 他提倡专修 因为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太杂 那么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啊 你要是念头太杂 思绪太多 干扰太多 一会儿是iPad 一会儿iPhone 然后呢他亲课就没有办法去专注心思了 那么学佛也是如此 那你一会儿就这个法门 一会儿就那个法门 论了论去了 花了很多年 结果呢 什么都没学好 那所以善道大师提出专修 在净土扎柱根以后啊 净土意理学精通以后呢 再去出来旁通学习其他的大产经典 那么第三代祖师 程远大师 又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啊 他的传奇呢 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 是因为他人在娑婆啊 但是呢 他的形象已经站在阿弥陀佛身边了 谁发现的呢 第四代祖师 法赵大师 法赵大师是德宗和代宗 唐代这两代皇纪的国师啊 他在卢山东林寺修静 入念佛山脉 在殿中 见到阿弥陀佛身边的成远大师 然后呢 千里悄悄去横山 这个是湖南 去横山 跟着成远大师去修学 修学什么呢 主要是博州三昧的方法 行博州 那么到第五代祖师 尚康大师 尚康大师呢 是在江浙一位 他第一次把净土法门 传到了我们俗成的江南地区 因为那个时代呢 江浙一带啊 他没有人念佛 所以呢 他从路边开始 先出钱让小孩子念佛 然后慢慢慢慢的 大街上面 都有了大人念佛 慢慢的传播开来 从少康大师以后呢 到了永明大师 我们看到这个是杭州 他的寺院呢 就是杭州的景慈寺 在西湖边上 那所以他的舍利塔 到今天我们还看到 都在尽此事之内 那么他也是禅宗 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 那么学习永明大师呢 我们还学习了 他的禅寺料节 那么第七代祖师 这也是因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师 也是宋代时期的 他的成就在于他的社寿力 所以我们看到 刑察大师在西湖边上的 在西湖边上的赵庆寺建立念佛社 叫静行社 他是仿照卢山会员大师的念佛方式 那么静行社的会员呢 是一万人 一万人念佛 这个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并且呢 他一万收够了以后 他就再不收了 里边有一位退出了 或者往生了以后呢 才能增加进去 寄不进去 一万人买了以后 其他都在未提内事上面 他所设受的 进行社的会手是谁呢 当朝的者相王丹居士 这也就是说 那个时期的总理 在带大家念佛了 所以他那时候满朝门 我都开始修学建土法 那么宋以后到明代 我们看到建土中 有两位祖师 就是廉池大师和偶义大师 到清代有行车大师 行安大师和车悟大师 这都是清朝初年 那么第十三代祖师 映光大师呢 是在明国年间 那么这些呢 我们基本上就做一个回顾 然后呢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廉池大师 那么要学习廉池大师 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 廉池大师生活在那个时代 明朝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宋以后还有一个元朝 元朝是蒙古人所建立的 前后世界很短 九十多年世界 那么到了明代呢 又这个政权呢 又回到了汉族 回到了华人手里 那么推翻蒙古人的政权呢 就是这位农民旗义的领袖 小哥上朱元璋 因为他曾经出国家 那么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 建立以后呢 从1368年到1644年 一共经历了260多年 那时间是非常长的 在我们历史上 唐朝存在260多年 明朝260多年 清朝260多年 宋朝存在了320多年 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 它这个中间 在我们现在看 都是一个数字 267年 但是你想想看 200多年 多少代人就过去了 那么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 在他的治理之下 尤其是在朱棣皇帝 这个永乐道基的统治之下呢 达到了历史上 非常强盛的时期 那整个的政治 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 那所以在我们历史上 我们在评价 这些伟大的皇帝的时候 对整个民族啊 对整个文化 对整个社会 贡献比较大的 一般是谈汉代的汉武帝 谈唐朝的唐太宗 以及明朝的朱元长 那这也就是说 在历史上的评价 当中他们三位 都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他遂领农民起义 推翻元朝的统治以后呢 建都市建在今天的南京 那个时代呢 叫金陵 因为他是安徽人啊 南京呢 离安徽很近 他在位有三十一年时间 之后呢 朱雍门啊 就是明慧帝继位 但是呢 这个明慧帝的四弟 就是燕王朱棣 发动了夺位之战 经过四年了 最后呢 这个夺得了皇位 这个改朝叫永乐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 就叫明晨祖 因为他主要的 当时的分地 明晨祖他的分地 他称王是在北京一带啊 所以在明朝到他时代啊 永乐大帝时代 他把国都迁到北京去了 那么迁都之前 他要给自己建立皇宫啊 那么这个皇宫呢 在那个时代 是实际上最大的皇宫啊 在今天是实际上 最大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 这样的面积非常大 七十二万平方米 一个平方米是十个平方尺 大家可以算一下 大约是这样啊 那么故宫建立是 1420年建成的 到今天 2020年正好是600年 那这是明代 十六代皇帝的皇宫 也是清代 满族人建立清朝以后 他所住的皇宫 那到了中国建国 中国建国以后呢 就把他改为博物馆了 但是这个今天 我们看到 公共博物院很多的建筑 那么我们很多 新加坡的同学都去过 他的很多防震 防火 很多建筑 你看经历六百多年 依旧是非常猛火 一般我们看到这些 钢筋水泥的建筑 一般寿命是八十年 八十年之后呢 就岌岌可危了 但是有六百年 这样的建筑 你现在去看 要再从这个六百年 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能看到 我们国内华人的智慧 那么朱棣在那个时代呢 做的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不仅仅是在国内 平静了蒙古人的 这种不断的侵犯 所以他的长城最远 就修到东北一带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 他就是我们平时所谈的 他正和六次下西洋 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前后那么整个他的行程 不仅仅是到了我们东南亚一带 经过了这个 我们印尼的 爪湾岛啊 苏莫叉 苏路啊 彭衡啊 这个也经过了柬埔寨 我们这个马来西亚 有很多地方 到现在的三宝龙啊 这些都是由于 三宝太阶正和的缘故 在槟城我们看到 还有正和留下的很多遗址 这是明代时期 那么最远呢 他都到了阿拉伯海 就是到中东这些国家 伊朗伊拉克 甚至到了非洲的东岸 远洋舰队 最大的一次舰队呢 他有对两百四十多艘船 成员了两万七千多船员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 美国的航空母舰舰队 最多是六千多人的 这个正和的舰队啊 是它的四百多人数 在那个时代 在明代六百年前 我们可以想想 在海上航行啊 都是一出海 都是半年一年了 非常不容易 那么正和之后 我们知道是由于明代有海禁 为什么海禁呢 就是由于那个时代 这个不断地有这些 日本这些海寇们 海寇不断地侵犯明朝 所以呢 他开始禁止出海 禁止出海呢 为了防止大家出海 把很多这些藏船先进的 技术徒子啊 全部都毁掉了 那所以明朝之后呢 整个的海用业 整个的航用业 就非常的落后 也是由于整个国用的发达 国用的没落 国用的没落呢 他开始闭关锁国 直至到整个满清入关 那么明代时期 文化非常发达 我们看到政治在前半部分 是非常的开明 国家非常的稳固 我们一般所谈的四大名著 西游记啊 水浒传啊 三国 以及红楼梦 这四大名著里边呢 有三部是在明代完成的 就是西游记 水浒传 有三部演义 那么红楼梦呢 是在清朝时期完成的 所以一般我们谈 总是谈说是有唐诗 有颂词 有原曲 原代的戏曲 明朝有什么呢 一般总觉得说是 志元璋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 但是后代啊 我们看到他这些 明朝的皇帝 还是非常开明 文化非常发达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甚至 我们很多改编的这些电影啊 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啊 包括很多其他的这些 三国的这些赤壁啊 关永长这些电影 他的故事原型呢 都是在这四大名著里边来的 那这次 包括这些红楼梦 都是被多次被翻配成电视剧 这是在我们整体的 儒家文化方面 那么在 这些道德基础建设上面 明代时期呢 是齐畅三教合一的 那么三教 如是道三教 其实来说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呢 也是互相吸收了 对方的很多优点 所以形成明朝时期 一种特有的现象 对叫善书 为什么叫善书呢 劝善的书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 蒙昌帝君 英之文 特上感应篇 两凡四兄 英之路 这都是在明朝 广为流传的 那么尤其是这个 两盘居士的 这个自知路 经过莲池大师的给别以后呢 变成了以佛教为主的劝善书 这个自知路很有意思 什么叫自知呢 自己的行为 自己知道 自己的从心 是善是恶 自己知道 自己的从心 是要自私 还是利益他人 自己知道 当然 佛菩萨是清清楚楚 但是呢 很多人喜欢伪装 所以莲池大师 做这个自知路 是怎么做呢 就是 每天 我们把自己的言行 身口一言行 它化成一个表格的形式 起一个善念 上面挂一个勾 起一个恶念 上面挂一个勾 做件善事 上面挂一个勾 做件恶事 下面挂一个勾 一天下来以后 看一看 我们有多少个善念 有多少个恶念 有多少句善言语 有多少句恶言语 一个星期总结一次 一个月总结一次 那么这个其实 就是和现在的统计一样 就是每天要自己 要给自己打卡的 对于我们凡复的修学 有些人会觉得 那很繁琐啊 但真正对于初学来说 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一般情形下 我们都觉得 自己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你通过这养智之路 不要告诉别人 没关系 你留在自己房间里面 你可以画一张表格 一个月三十一千 三十千 然后呢 你每天在七十年 你每天自己记录一下 然后呢 一个月下来评估一下 看自己是好人 还是坏人 如果说是这个月 善念多 善言语多 善行为多 非常好 继续努力 如果说这个月啊 这些相反的 饿得多啊 那要赶紧努力 所以这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把佛法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 把修学融入在生活当中 来不断地促进我们自己 给恶向善 那么明代的佛教寺院管理 由于志愿章 他是出国家的 所以呢 他对于寺院的内部管理前行 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知道在寺院的丛林管理上面 那我们经常谈诗 马祖建丛林 北诏立清规 马祖道一 借立丛林制度 北诏回合禅寺呢 立定下了清规戒律 来管理规范 住在寺院里边的 僧团的日常修学 那么这种清规 就是戒律的落实 穿衣吃饭 言行举止啊 他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就是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制度化的管理 所以在唐代时期 我们看到佛教 从传入到唐代 经过将近六百年的沉淀 到了北诏 北诏禅寺这个时期 才真正建立自己的制度 那么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一进入这个制度以后呢 就像一块起放石 进入了一个熔炉里面 你经过十年八年 二十年的整个的历练 和凶悉啊 都能够有很大的成就 所以说这个清规制度的建立 是我们汉传佛教寺院 继承了古代印度的戒律 然后把它本土化 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并且是非常适合我们自己 那么这种制度 在那个时代唐代时期 大家都非常自举啊 那么到唐代末年 我们看到有灭佛的运动 他武宗会唱眼尖的灭佛 那个时候呢 佛教就开始非常的随北 到宋朝的建立呢 我们看到赵匡义 他重新佛教 又开始恢复佛教 到了元代呢 主要信仰的蒙古人是西藏的密宗 在那个时代叫喇嘛教 那么到了明代 纪元章时期 纪元章他是 他希望整个的佛教 纳入一个国家管理气息 政府管理气息 所以慧元大师说 撒门不禁王者啊 希望这个寺院是寺院 然后政治是政治 我们互相互不干涉 远离政治 但是呢 在明代这个时期呢 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个寺院 应该是纳入到政府管理气息 所以呢 在寺院章那个时期 首先建立了僧官制度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什么僧官制度呢 僧人可以做官 并且呢 是有品级的 真的是有一品官 二品官 三品官 这个官服呢 是套在身袍的外边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 有些寺院 还挂着明代那个寺院 住持穿官服的一下 非常有意思 他设立了一个统领 就是总管全国佛教的一品身官 那么下面呢 有副统领 有战教 有计划 战教计划 这些战教就是专门用来弘法宣传的 计划呢 就是管理纪律 执行纪律的 中央有这样一个集权机构 在各省呢 都有分支机构 那么省下面呢 有地区 有市县 都有分支机构 管理 就是这些层级的管理 寺院的管理 逐步逐步落实到各地 并且呢 把寺院开始分类来管理 在那个时代呢 分为三大类 这种分类其实到今天 在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寺院 基本上都还是这样的分类 第一类是禅寺 我们看到很多寺院上面 某某禅寺 那么一看就知道 这是禅宗的寺院 禅宗的寺院呢 以坐禅 参禅 修学为主 第二类是蒋寺 那个时代蒋寺 主要是天堂宗的寺院 和净土宗的寺院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从唐代年间 慧昌灭佛以后呢 这个贤守 信宗 向宗 贤守宗就是华言宗 信宗就是三论宗 向宗就是为师宗 这三个宗派的寺院呢 很多基本上都传承不下去了 被毁掉了 所剩寥寥无几 所以我们看到 尤其是天堂宗的寺院 有些同学去过浙江的寺院 天堂三 以及浙江附近很多 都写某某蒋寺 蒋寺是什么呢 一看就说明 这个寺院是传承天堂坊妹 如果说是传承净坊妹 有时候会写个某某近寺 我们看到福建 一个千湖近寺 或者直接叫某某寺 一看就是这个净土宗的寺院 那我们有些同学去过西安的话 你看大慈恩寺 这是玄奘大寺 他那个时代所住的寺院 这是法相为师宗的寺院 所以法相中也叫慈恩宗 那么这些蒋寺 它主要是研习佛教教理 蒋经 弘法 念佛 修行 这一类的寺院 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寺院 叫教室 所以我们看到 在江南一带 也有某某教室 在上海的有七宝教室 为什么叫教室呢 所以这个在寺院的划分上 是专门做金灿佛寺的 这个在南方的寺院 中国南方一带比较多 在中国北方基本上 看不到这样的寺院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些民众 对于这些礼灿 备灿 法会这一类的活动 非常感兴趣 非常好要 所以就出现了一些 专门来应酬金灿佛寺的寺院 这个朱元璋要建立这样的寺院 封这样的类 其实它是有它的苦心在里面的 可以说 为什么呢 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去中国去参学的过程中 会看到 有些寺院的门口就画一个禅室呢 它上面写 禁止金灿佛寺 就是说这个寺院 它是不做金灿佛寺的 像有些这些净土宗的寺院呢 就像我们东林寺啊 或者是零一三 它也是禁止金灿佛寺 就说明这个寺院呢 不应酬法会 不会做一些这些 祈福建王这样的 专门派生人出来给你做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呢 是因为要做这样的金灿佛寺 要做这样的祈福建王活动 必然会跟今天打关系 这个是你要面对的非常现实的事情 念一部弥陀经 三十块五十块 念一部地藏经要两百块 为什么呢 弥陀经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念完 地藏经要两个小时才能念完 三个人念要多少钱 五个人念要多少钱 七个人念要多少钱 放一头宴口要更多 三十经念也是如此 如果说你要做一堂水陆法会 要七千 那七千时间 那要花更多的钱 那如果说是一个寺院里边 僧众的经历 僧团的经历 全部应酬在这些上面的话 我没有心思去修学 没有办法去运功 所以在志愿章那个时代 明代那个时代 他非常熟悉这个寺院的运作 他知道这些金灿佛寺太多 整个寺院的修学 整个寺院的僧众 他心安不下来 大家都想着念一部弥陀要赚多少钱的问题了 不会想着说这念一部弥陀会 真正要会对其他的人 有多少多大的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那个时代开始 他非常严格地限制金灿佛寺 他规定了这一大教室 就是专门有寺院做金灿佛寺 就是有这些寺院的应酬 那么其他的寺院呢 就专门一心修学 参长的参长 念佛念佛 严习教理的严习教理 所以不去干扰这些僧人 这是一种非常好 非常智慧的举措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说是像禅 我们经常说是穷禅富密方便禁 这是教文里面所说的话 禅宗穷得叮当响 禅宗的寺院 密宗的寺院富得流油 这个净土宗的寺院非常方便 因为谁都可以修嘛 那么为什么说穷禅富密呢 因为一千道往在那边坐禅了 在苦修啊 又不去接引众生 那么你和众生的距离不当然会越来越远吗 你这个寺院的供养会越来越少吗 那么教室的建立 教室的分类出来呢 这也是那个时代呢 由僧观统一来统筹 金采佛寺是有大量的收入的 那么这些收入呢 要统一上交给国家 那个时代统一上交给统一的 每一个地方的僧观 然后呢 由他再来平均分配 哪一个寺院比较贫穷的 比较缺少经费的 然后呢 把这些钱分配过去 所以这一套制度 在那个时代实行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明姿后 到了清代时期 清世宗这次雍正时期 废除了这些度叠制度 什么度叠制度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从佛教传入开始 要出家是要考试才能出家的 考试这种严格程度 和考秀才考取人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地方 限定多少个人出家 这是确定的 不能多 所以私自替度 那个时候要坐牢的 那么清朝时期呢 雍正时期要放开以后 要谈一个宗教信仰的自由啊 谁都可以出家 那个时候呢 一下就尼撒俱下 深重的这些素质啊 开始层次不齐 所以我们看到 以前为什么 生人的素质那么高啊 就是因为 他有经过严格的考试制度 那么到了后来呢 是由于金灿佛寺的 快速发展 不断不断的蚕食 清占讲世 清占禅世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 跟金灿有关的 如果说是 生团的素质下降的话 金灿佛寺就非常发达 讲世教是 讲世禅世 数量会减少 为什么呢 研习教理的人就少了 讲经弘法的人就少了 参禅的念佛的人就少了 做金灿佛寺就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 清占末年 佛教非常衰微的时候 这些讲世教师 讲世和禅世 基本上都一节不整 唯有教师 唯有这些做金灿佛寺的寺院 非常兴旺 所以应顺导师 那个时候特寻大师 他们为什么提出 要佛教革新 是因为大家对佛教的认知 就是给死人年金的 没有功法 没有人研习教理 甚至有些地方呢 出家就变成一种执意了 只要你会念经 会唱念 你就可以批起来 就可以去赚钱 这是在清诚末年 到民国初年 佛教非常衰微的时候 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 所以退学大师后来 一定要提出革新 要提出弘法 要提出重新 重塑教创 重塑教理 这都是由于金采佛寺的 那个时候的急速的膨胀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好的管理 它确确实实有时候 它是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 政治的力量去实行的 如果说是你要靠教团自身 要去把它推行开来 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不容易了 那么这是在那个时代 佛教的一些 那么明长末年的时候 明长末年 局势就开始越来越动荡了 我们知道这个明长末年的动荡 不仅仅是迁灾比较多 就是像我们现在发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蝗灾啊 蝗虫 它这个隔两年一次 隔两年一次 这些蝗虫飞过的地方 颗粒无数啊 那到处都是兽鸡的老百姓 他没饭吃 没有办法 奇异 那所以那个时代就出现了 李自成啊 出现了张献忠啊 这些农民奇异 然后呢 那个时代也出现了满清的入关 满族人 从东北一带一直是到了北京 乃至于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 但是明长末年 这个非常虚弱的政治时期 佛教却是一枝独秀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你看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 会有很多大师出来弘法 战乱时期 老百姓非常苦难的时期 也是有很多的大师 映画在那个世界 在推广佛法 所以明朝末年 出现了 永期诸宏大师 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莲齿大师 这是明代四大高僧之首 末年 紫博 真可大师 那一位非常两不齐的 禅宗的大德 汉三德卿大师 这也是一位禅宗的大德 那他的肉身在今天的南华寺啊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那么最后一位呢 就是我们第九代祖师 偶义秩序大师 那么偶义大师和莲齿大师 一前一后啊 一位是我们第八代祖师 一位是我们第九代祖师 这两位祖师不仅仅是在禅宗和净土宗方面 有着非常巨大的成就 在大乘佛法的所有宗派方面 都有不朽的建树 所以学习戒律的 学习天台的 学习华言的 如果说是要深入去了解这些毅力的话 那么近代莲齿大师和偶义大师 这两位大师是他们绕不开的对象了 因为他们的著作 对于我们明以后的这些学佛的 尤其是学习佛教义礼的 出家在家的这些同修啊 影响太大了 那么这个是整体上这个莲齿大师 生活的那个时代本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莲齿大师他的生平 莲齿大师呢 是在生活在明朝的末年 到莲齿大师时期呢 明朝已经经过了两百年时间了 我们知道他一共是两百六十年 到那个时代已经过了两百年 就是已经到了最混乱的时候了 生在杭州的望族 杭州望族 就是他是大家族出生 苏家姓省 所以他这个出家以后呢 自私诸弘 好莲齿 因为我们一般叫永七诸弘 是因为他住在永七市 叫永七诸弘 那么最小的时候呢 这个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吃门玩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邻居家一位老婆婆 坐在那边 念佛 那么他都很好奇 问这位老人家 他说 姥姥 你为什么已经到晚 念阿弥陀佛啊 这位老人家说是 我的丈夫是因为 念阿弥陀佛 所以呢 他临终的时候 没有病痛 没有苦劳 非常自在地往生了 所以呢 我也要以这样的形式 要离开这个世界 那这是他邻居 他小时候就遇到 这样一位念佛的老婆婆 那时候是一个小孩子 的莲齿导师 他倾倒以后呢 非常感慨 那时候他就读诗书 刚学的字也不多 但是呢 他倾倒以后呢 就在自己的书桌上面 写了四个字 生死四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是小孩的时候 如果十九岁的时候 能够想到这些事情 就说明在那个时代 他已经有这种 非常深厚的善根 当遇到这位老人家 谈到他的先生 念佛能够自在往生 他也要这样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知道 生死这桩事情 在我们人生来说 是一桩大事 所以我们经常谈说是 除生死以外 其他都是鸡毛蒜皮 其他都是抓牙 确确实实是这样 我们就是在 整个的生活当中 对于我们的 世间的事情 放的精力太多了 我们准备这个 准备这个 准备那个 准备美房 准备美串 准备孩子的这些生活 准备自己的基业等等 从来没有想到过 要准备为自己的生死 做点资料 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 要是学佛以后 心里边总是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当这种无常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坦然地去面对 这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的 不会又是乎鸡喊娘了 所以莲池大师 他从小就有这种概念 他知道生死之大事 无常 会每时每刻都到来 那么他到27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32岁的时候呢 母亲也去世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觉得自己的姻缘成熟了 那个时候他已经娶妻了 妻子姓他 他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我要出家了 虽然说我们俩感情很好 非常恩爱 但是呢 这个无常 还是会每时每刻都会来临的 生死每时每刻都会来临 我的生死你不能期待 你的生死我也不能期待 我们应该呢 为自己的生死做打算 所以我要决定出家 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 也是那个时期 难得的大家归秀 从小也是饱读诗书的 所以他做了七笔钩 所以这个我们有些同修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莲池大师做七笔钩 就是帮自己的荣华富贵 帮自己的恩爱情仇 帮自己这些妻子儿女 全部都一笔勾销 从此以后一切都放下 一心去学佛 一心去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 那么他的妻子看到这样以后 他就喊来送他 说好 您先走 我随后自有打算 他也做了七笔钩 硬和莲池大师所做 也是写得非常绝美 那文字都是一流 然后呢 也出家了 这是莲池大师 那么由于他刚出家以后 他还在三年的福孝期内 这按我们华人的传统 所以他每走一个地方 参访有些都是随身背着自己父母亲的牌位的 尤其是母亲刚往生带着母亲的牌位 走到一个地方呢 吃饭的时候 送金的时候 都是把母亲的牌位放在前面 吃饭的时候先供母亲 送金先放 做完回校以后再回校母亲 所以我们看到 这位大师不仅仅是一位佛教的大师 他也是一位 那么到他这个慢慢的 就是修学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 他要去 为别人去参学了 去参学 那么先去了五台山 到了五台山以后呢 就亲眼进到文殊菩萨县前 放光显锐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进途中的祖师里边 法教大师 从古兰 从古兰 横山 朝礼五台山 然后在佛光寺 借文殊菩萨 普贤 菩萨县坐在那边 为他说法 他请教 这个时代 什么样的法门 最适合 连世道师 朝礼五台 也是赶文殊菩萨放光 离开五台以后呢 五台山离北京不远 他就去参这个 北京龙华寺的变荣禅寺 这个时代禅宗的大廊 非常有名 连世道师请他 开示法药 然后便容传世 就说 不要贪利 不要贪利益 不要贪小便宜 不要贪财 不要求名 不要攀缘 要随送姻缘 不要攀缘富贵 贵药之门 唯一办到老实实际念佛 这是一位 禅宗大德 对他的开示 真正在这个时代 最惊讶的 两生死的修学法门 是什么呢 老实 一定要老实地面对自己的心 踏踏实实地修学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老实安立在自己所学的法门上面 不要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持戒 延持戒律 规范自己的身口意行为 戒是子恶的 律是阳善的 不是说我们出了家 学了佛以后 一切恶自己会断掉 一切善自己会修 不是的 作为凡夫 每时每刻 要看住心里边的猴子 这个善导大师经常说是 我们心像冤猴一样 monkey mind 一直在躁动 大多时候都是贪明求利的心 自我的心 自私的心 这个一定要严守 特别是不要做 损害他人的事情 持戒老实 然后念佛 就说明这个变容禅师 也是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代念佛法门 是我们两生脱死的捷径 那么他离开了这个龙华寺 又去参这个德宝禅师 这个叫校园德宝 那么德宝禅师就问 你是哪里人啊 这个德宝禅师也是住在北京的 也是柴门的大老 这个连士大师说 我是浙江人 说那你来找我干嘛呢 说我特别从五台山下来 经过北京 请你老人家为我开示法药 这个校园德宝禅师 他是非常幽默 他说啊 你从三千里未远远来到我这里 求我来开示 我拿什么来开示你呢 然后就问他 然后呢 连士大师竟然 一下子就慌然大悟 悟到什么 跟他出来以后 跟连士大师同行的一些比丘 就说我们先去参了变容禅师 现在又来参这个校园禅师 看到这两位老婆 他说的都是匐匐通通的东西啊 一个让我们不要攀缘 不要求命 不要求利 老师直接连福 一个呢 说我没什么东西给你啊 你三千里未来到我这边 我拿什么给你呢 那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是禅宗的开示 告诉我 告诉大家 告诉那个连士大师 你耐心里边有一切功德爆炸了 你要跑到卫边来干嘛呢 你求我来参学 所有东西你自己的本质具足啊 所以这些更利的连士大师 他马上就明白 马上就被点化 顶礼 感恩 但是一般人清了以后 是一头五水 觉得这个老婆上 什么都不懂 那么这样 就开始从北京 这个出来以后 就开始又路行回家 那个时候都是走路的 真的是 从这个北京到杭州 有一天的公里啊 这个当时隋朝时期 开造那个金行大用河了 这个距离都是非常远的 经过三东东昌的时候 这个三东东昌就是今天的三东廖城 那个时代每个地方呢 都有古炉 有中古炉 它中古炉呢 是干嘛的呢 是计时的 就像我们在西方国家看到教堂的桥钟一样 到了总是终点 它会报时 那么经过东昌的时候呢 这个古炉上面 这个鼓声响了 听到报时的声音 突然 那只当时 开悟了 随机 就年丝一省 二十年前 是可疑 三千里位 欲合其 焚香至姬 鸿如闷 魔佛空争 是与非 这个二十年前是可疑啊 就是 讲他小时候啊 通过这个位老婆婆念佛 就知道生死是大事啊 想寻找生命的真相 想寻求解脱的方法 然后自己天里瞧瞧 到了北京去参寻这两位 禅门的大德 但是呢 欲合其 所遇到的呢 竟然 没什么好奇怪的 踏破 且学 无秘措 得来全部分功夫 归来偶年 梅花细 冲在枝头 已失分 就当他从这些千千里位 回来的时候 然后再去参学以后 才发现 佛法其实呢 没有那么高深 一切都在我们的起心中 一切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冲香至己 冲香是敬香 是礼佛 是修善 至己呢 是打仗 即是一种兵器 至己 就是你看 制过去以后 投过去以后 可以杀人的 这个善与恶 都像做梦一样 是与非 都像做梦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 你看有些时候 我们二十年之后 三十年之后 我们活了 五六十年之后 我们想想年轻的事情 我们觉得 啊 真的像一场大闷 既然像一场大闷 闷中之事 何必那么认真呢 何必要争个 你是我非了 何必要争个 你对我错了 有些事情 当下发生的时候 我们自己不知道 现在情绪里面 现在情侄里面 现在我之里面 总觉得我要比你强 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但是回头一看 几天以后 几周以后 几个月以后 几年以后 十年 二十年以后 多么渺小 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会自己笑 自己笑 自己吃啊 那个时候 怎么就会看不破 这件事情呢 魔佛空真 是与非 这个魔佛 不是位在的魔佛 是我们自心的 我们的心念 我们把所有的时间 都挣在是非上面 都变在这些 我对你侧上面 都耗在这些上面 当悟着的眼睛 他看破这些事项以后 知道 这所有的现前的事与非 都是我们的忘事 我们的忘念的变现了 我们停止的变现了 刨开这些忘事 刨开这些误用以后 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真性的光明 永远在那边 没有是非 没有对错 当然 这个是从理性上来讲的 在丛林里边 我们经常说 修行不理事 理事要讲因果 什么意思呢 你要真正要去修行的话 你就不要去 在这些事情上面 花太多的时间和功夫 所以在丛林里边 我们知道 有序制有劣制 就是负责行政事务的 这些是当家师 是知客师 是生殖师 是简座师 是库房 这一类 这些三人 那么另外负责修学的 修行的 维罗斯 独奸师 然后手作师父 这些 这些是不管事情的 拿到一心修学 修行之人不理事 因为要理事的话 肯定有是非 从事项上肯定有是非 但是这个是非的辩识 不要从我们自身的情职去出发 所以在这点上 佛一直告诉我们 一法不一人 对事不对人 这是做事的方法 事是有对错的 但是是事情的对错 不是人的对错 你做错了 这是这些事情做错了 你要去改正事情 不要去批评这个人 理事之人 一定要明英国 所以理事的人 是和非 要分得清清楚楚 这个理事之人 他要有大功之心 不能自私自利 但修行之人 要批评这些 不要陷在私贝里边 你就一心安住在自己的修修上面 那么从悟者的眼睛 震得了理性开悟之后 我们说 所悟与佛是同其 他所见到的与佛 是平等的 从事项上 从理体上 事项上 当然所修正上面 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层次 但是所悟的理呢 是平等的 在佛的境界里边 当然都是平等的 佛所见的 都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真性啊 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的 阿玛阿狗和我们一样 这是说 生命的平态不一样 他现在是长毛了 他找了四条腿啊 他找了一百条腿啊 我们现在呢 是人的形状 但是呢 从佛性上面 和我们没有差别 众生之所以有错误 是因为他的烦恼性现前 不是这个人很坏啊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认知 是他的烦恼现行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烦恼 贪嗔痴慢 这种怀疑啊 我执我慢我戒啊 然后呢 这种烦恼现前 他要作恶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动物 你看 他为什么要捕零零位 这种动物 他饥饿吗 所以我们要 如果说是我们学佛 从体认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 众生做错了 我们要心里要慈悲 我们知道他人的烦恼 现前然后他做错 然后我们非常理解 我们要非常好言去劝慰他 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的人很多的是 我这很重 你劝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碰一瓶子灰 但是呢 该劝的你还是要劝 亲不亲是他的事情 你不劝是你的错 所以这点 我们一定要认知清楚 我们该尽的义务 我们要尽 我们该说的话 我们已经说了 但是能不能亲进去 这是靠圆的 靠我们自己 有没有福德的 或看他的善根 有没有蒙花的 所以莲池大师 这里就非常清楚地 告诉他所悟的境界 也告诉我们 做人做事的 这样的方法和方向 那么这种悟 开悟回来 不是说悟了以后 就一了没了 一般人就说 一悟了以后 要一了没了 是悟后 才真正要去起修 所以他到了南京 到了网关寺 有一次病得 差不多要死了 这个时候 开悟的人 你看还是如此 还是要穿一吃饭 还是要吃喝拉撒 那么看到病得 快要死了 那个寺院里边 其他这些 逛单的僧人 常住也不认识 他是谁 所以 就准备要把它烧掉了 要途避 然后莲池大师说 你稀少 从地说 还有一口气在 别急 不要把我活活烧掉 从网关寺出来以后 到湖州的南巡 住在豆腐坊的废祠堂中 行苦行 醒了三年 周围的人 无一人知 住的 没有一个人都知道 他已经是开悟的大事 五次在浙江中部的寺院里边 去打禅期 中部师 林丹信赐 就是这一期打禅期 这一期参禅 禅期结束以后就走了 互相旁边坐的是谁都不认识 人家也不认识他 这种苦行 这种休息 就是如此 三十六岁的时候 再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 这个时候 他还是脱波七十的 到了永期 这个五永三这一带 我们有些同修 前几年都去过 完了 附近都是龙井茶的茶园 这个风景非常的修丽 看到这个永期的三水 非常的 非常的修丽 所以就搭了一个茅庐 茅草房在那边住得下来 那么那个时候 杭州还有老虎 杭州还有老虎 所以当地老百姓 看到有一位出家人住在那边 所以就去找他 他说经常有老虎出来 把这些家养的这些猪狗牛羊都吃掉了 咬死了 所以请他去想办法 因为这个有错人也被咬上咬死 所以联赤大师就专门去山里边 为这个老虎做私食的佛寺 做了以后 老虎就自己离开了 有一年了 又大旱几个月不下雨 那么有人就想到 这个没有办法 就去请联赤大师 说你有没有办法起雨 让老天爷下点雨 联赤大师就说 起雨我不会啊 我自会念佛啊 我试试看吧 然后呢 就敲着沐浴 在田埗里边走 边走边念佛 结果呢 他前面走 后面就下雨了 那么是因为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知道 这些就是真正一个修学之人 他是有龙牵护法 你是有所求 他必有所应 那么老百姓看到 这位 僧人是一位征修实证的僧人 是一位了不起的僧人 所以呢 就由当地的老百姓呢 他自己发行 为联赤大师建寺院 那么寺院建成以后呢 就叫永期寺 永期寺呢 他专门还制定了 永期寺的规约 就像北朝清规一样 这个也是 自北朝清规以后呢 在明代末年呢 影响非常大的一部寺院清规 那在永期寺里边 他不仅是念佛 也参禅 这个是那个时期呢 有很多人非常好要参禅 但是呢 他劝勉这些参禅的人呢 以修禅 参禅的功夫发愿求生净土 并且呢 他以一种禅尽双修的方式 禅堂里边要坐禅之前呢 先念佛 先念佛念一致香 然后呢 再坐下来一心参禅 然后回下 回下求生净土 那么我们现在所非常熟悉的 这个余天咽口 那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喜欢念咽口啊 这个是联赤大师修禁过的 那里边我们知道很多文字啊 是送的是去苏东坡所用色谱 经过联赤大师修禁呢 一直流传到现在 水路法会的仪归 也是联赤大师修禁过的 包括我们早晚课的课诵 早晚课的课诵呢 是联赤大师所边境的 所以早课这些论言咒啊 识小咒啊 不限时大愿望啊 然后这个到这个警钟祭啊 然后晚课 阿弥陀经八十八佛 大餐会文 最后三归一等等 这些仪归呢 都是大乘佛经的精华 是集出来的 它是经典里边抽去了一些经咒啊 抽去了一些祭诵啊 然后呢 我们念诵的时候到现在 一直都是念诵 这个其实呢 说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在那个时代 没联赤大师的勇气是 他开始做早晚课 也就是说 在这个之前 这些寺院里面早晚课 是没有统一的 各个寺院呢 都有自己的早晚课 念诵的方式呢 都不一样 联赤大师后呢 由于联赤大师所及的 这早晚课诵 你看都是能眼镜里面精华 黄眼镜里面精华 法画镜里面精华 那么大家看非常好 每天早晚这一期 那个早上一个小时 晚上一个小时 这样大家这一期共修 这种方式也非常殊胜 所以由勇气寺开始推广 杭州的寺院先学习 然后他就普及 这脚的寺院 这周边的寺院 然后慢慢来指导 明清以后呢 我们看到 签下所有的 大乘汉船寺院 都开始做早晚课 这都是由于 联赤大师的影响 他的道德 他的戒心所影响 那么这一个 由于那个时代 明朝末年 很多寺院的戒谈 都荒废了 戒谈荒废就是说 出家人要受戒 都没地方受戒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联赤大师就特别开恩 自己作证 让大家在佛前 当三一 求千佛人作证 证明受三明戒 受比求戒 受三明戒 受菩萨戒 所以这种戒行 这一次 有廉池大师这个时期了 再把它恢复起来 那么他的著作很多 戒律方面的著作 像《撒谜要律》 《俱戒变蒙》 《菩萨戒法译》 这些都是他戒律的著作 那么大师这一生 我们看到 永其四的修学 他也打水路 他也放艳口 他也参禅 他也念佛 但最终一切的所指向 倒归 都是归向求生净土 他自己呢 也是持戒非常惊艳 持戒念佛 是大师一生的真实写照 又非常孝顺 所以《菩萨戒》里面谈 孝明为戒 所以我们甚至看到 有些文字里面 大师说的孝明念佛 为什么呢 你要真正让自己的孝心 要得到大的发扬的话 那是要孝顺一切众生的 不仅是这一生的父母 要多生多结的父母 要度化这些父母呢 要自己先成佛 自己先成佛呢 先要念佛求生净土 这才是绝境 所以你真正念佛就是孝 那么孝顺之人 所以我们看到观经里面 孝顺之人 九平王生 如果说他平时 甚至他都不幸福 但是这些孝子孝女 他以这种孝顺的功德 发愿求生净土 都是终品败的王生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农历道德 农朝之道 与莲池大师 他是辱师道三家都精通的 所以在他这里得到了极好的融合 那么在莲池大师八十岁的时候 他在六月底 先对这些他的弟子 徒弟们 以及他这些孤教好友们 做了词别 所以是准备要往生了 六月底 然后呢 在私院里边 设了一个party 化别会 就是说我要准备走了 我要准备往生了 在这里呢 请大家来喝茶 和大家来道别 所以你看这个 真正的念佛之人 这个生死是非常自在的 要离开这个世界 就像我们要出远门一样 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说打个招呼 打个电话 发个信息 给朋友们 给亲人们 他要走了 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然后呢 准备一些茶汤 对大家说 我要走了 七月一号的时候 上堂 对寺院里边 圣众说 敏切 我要走了 就是七月初二 所以呢 七月初二的上午 大家请联斥大师 留一些话给大家 教诫的话 大师就非常简单地说 大家老实念佛 依旧还是如此 莫念贵 不要做鬼做贵 非要别出心才 我会我规矩 自己定的 联斥大师 所定的 容器寺的规矩 这个是非常利益大众的 对于整个的丛林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规矩 大家要守 不要把它破坏 所以这句话说完以后呢 灭向西 灭火而是 所以这是 这样一位 非常自在的大师 他的著作非常多 阿弥陀金书操 这个是 偶尔大师 在药节里边谈到的 就像 这个千变的日月一样 这个非常广博 借书发影 遗教经 结药 聚界遍门 水路遗归 珠草水笔 这个我们大家很多 有的经过 往生级 进度遗变 禅观侧境 有完禅宗的 愣且金摸相级 触节愣且的 怎么重新录 这是记录一些 高僧大德的行驶的 散发杂录 他的感想 这些呢 都说在 勇气访会和 连治大师全集当中 所以呢 这个那个时代的 另一位高僧 汉山大师呢 所以说是这个 总结一下 连治大师 他的一生 他的超虑呀 是以平等大悲 设化一切的 说非佛言不言 非佛行不行 非佛事不做 就是一切 所做 所言 所行 都是符合心 佛的心音的 离观从上驻祖 单其政令 未必尽修万行 若乎 既万行 以章一心 既成郎 而见佛信者 古今 楚永明 为师 一人而已 这个汉山大师 对于连治大师的这些 他的评价是非常高 就是历代 祖师大德方面 单其政令 这个都是从禅宗角度来说 所以未必尽修万行 所以对于我们修学来说 未必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行事都做到 但是如果说万行要去彰显一心 在日常生活中 日常晨老中 见到佛性 古今之位 像这样各种行持 原修原型的 除永明言授大师之位 唯有 那么清代时期 雍正大师 他是我们这些皇帝当中 学佛学得最好的一位 圆明居士 都是有传师印证 他已经是开悟的 所以他有给大师封号 因为他是非常宗宠的制大师 叫静妙征修禅士 那么近代 特学大师 刚才我们台的 提出国教革新的 他说 荣西法会有本于卷 接宗教宗贤首 行专净土 教宗贤首就是以 华言宗的宗义为宗旨 那么行持都在净土方面 而荣通 禅宗 律宗 及各家教义 之志文 就是他的这些毅力的挥发 已经到了极致了 不为明代以来 净土宗风之畅圣 得利于师 亦为净土宗 上下千古最原成的一人 明代的净土 来自于各种大臣宗会的行圣 是得利于四大高僧之首的 联志大师 他也是净土宗 上下千年以来 最原荣的一位 尽忠大德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也就到这里了 我们介绍这个联志大师呢 就此结束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想 愿相累结诸业让 愿得福慧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所果 愿佛接引生安养 我们一起来的 生阿弥陀佛 那边的一位 我嘉宾 那边的一位 我们在一起 那边的一位 最后一位 我们在一起